由杨童书 陈思思等连位主演的电影《快乐童年》 昨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了首映礼 虽说影片几位明星主演没有到场 但却将六一的祝福即时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中 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再一次祝福 谢谢大家 首次出电面对媒体的孩子们 也为大伙儿献上了歌曲表演 我们想 没有时间 开启迹 就在眼前 灯干夕阳 燃红了天 最了解《快乐童年》主要讲述了一个 从陕西农村去大城市找妈妈的孩子 东东的经历 东东面对新的城市生活和陌生环境 在适应和改变自己的同时 也转变了小伙伴们对乡下娃的印象 最终东东用她的淳朴 善良和真诚 赢得了小伙伴们的信任 听了小胡说了这么多 小米大伙儿对影片也有所期待了 面对如今同档期上映的电影 《哆啦一梦》《伴我同行》 《潜艇总动员》《时光宝盒》等等影片 咱们的快乐童年也可谓是选择迎难而上 小胡还得为导演及小演员们点个赞呢 又全一乐 又一部进化心灵的影片来了 北京报道 由杨童书 陈思思等连位主演的电影《快乐童年》 昨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了首映礼 虽说影片几位明星主演没有到场 但却将六一的祝福 即时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中 嗨 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思思 那很遗憾这次因为在山东拍戏 无法到现场参加我们 快乐童年的新闻发布会了 首先要说的是六一要求节大了 在这里我要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能够节日快乐 其次呢也要祝我们的 快乐童年能够被所有观众朋友们所喜欢 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再一次祝福 谢谢大家 首次出电面对媒体的孩子们 也为大伙儿献上了歌曲表演 主了解快乐童年主要讲述了一个从陕西农村去大城市找妈妈的孩子东东的经历 东东面对新的城市生活和陌生环境 在适应和改变自己的同时 也转变了小伙伴们对乡下娃的印象 最终东东用她的淳朴 善良和真诚 赢得了小伙伴们的信任 听了小顾说了这么多 想必大伙儿对影片也有所期待了 面对如今同档期上映的电影 《哆啦一梦伴我同行》 《潜艇总动员时光宝盒》等等影片 咱们的快乐童年也可谓是选择迎难而上 小顾还得为导演及小演员们点个赞呢 又不全一乐 又一部进化心灵的影片来了 北京报道